五谷区新真理关怀里内的老老少少 陆续成立了乐活据点以及关怀据点 日前区长庄茂坤特别抽空前往参观 他也允诺活动中心工程会全力帮忙 让大家未来有更好的环境 两次来到新真理都宛如进到一个大家庭 因为这里的老老少少都有里长一家和志工们的关心 包括乐活据点或是关怀据点都会规划许多活动 小朋友在我们这个基地里面 我们照顾他 让我们所有新真理的长辈在基地里面 跟小朋友祖孙秦共同在基地里面 来这个基地里面去享受新真理安排的各项的活动 让离运大同篇可以足梦踏实在 落实在新真理的足梦基地里面 五谷区长庄茂坤日前特别来到据点参观 他也知道大家都相当关心活动中心的工程 他允诺一定会尽全力来帮忙 期待未来有更好的活动空间 新真理新的活动中心 目前正在兴建 我们议定是109年5月可以完成 那目前第二期的经费 我们里长已经提出来了 我们公所会跟市政府来征集 我们第二期的经费 也就是内装的经费 我相信我们会依照里长的构想 我们来配合把它规划好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这天新真理特别为7、8、9月的秀心 包括区长以及里长共同来庆生 大家欢喜地唱着三种语言的生日快乐歌 许愿明年能在新的场地庆生 记者沈舅林瑾瑜五股采访报道